哈喽,各位喜欢鬼灭之刃的小伙伴们大家好 在鬼灭之刃这部动漫中 天才一向是鬼杀队最不绝的资源 每次最终选拔时 都会有不计其数的天才死去 虽然可惜但这也是成为 鬼杀队的必经之路 毕竟在杀鬼的道路上 如果无法发挥实力 那反而会脱离其他队员 是鬼杀队的一大机会 不过一般的天才死去会让人可惜 而以下三名天才的死却让人感到痛心 因为他们每一位都有着助级的资质 只要活下来的话 绝对能成为新的助级 为打败无产贡献出更多的力量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第一位,枪库 枪库是和富刚同期的学员 并且两人还是之交好友 在参加最终选拔时 枪库几乎以一己之力 杀死了藤山上的所有鬼 保护其他鬼杀最远火火的最终选拔 天赋和实力都让人感到惊艳 而富刚也正是因为枪库的牺牲 他才一直不肯承认自己水柱的身份 但富刚成为水柱以后实力都如此恐怖 枪库要是成为助的话 实力估计能媲美炎柱了 第二位,真姑 真姑的也是天赋极高的鬼杀队员 曾被多手鬼赞叹他灵巧的身姿 只是真姑当初被多手鬼的言语激怒 不是露出扩展惨遭杀害 如果真姑能活下来的话 重追呼吸也算有了继承员 相信他会成为和蝴蝶人一样优秀的助 第三位,有一郎 石头有一郎身为骑使呼吸现实的后人 他的天赋其实一直没被开发出来 虽然当初天一邀请过有一郎很多次 但有一郎因为不想冒杀鬼的风险 所以每次都拒绝了 不然可以和吴一郎一样成为优秀的助 现在炭治郎主角团的进步速度 想必很多人都感到惊讶 他们从成为鬼杀队员开始 只过了一年左右的时间 就拥有了和朱相当的实力 而以上三人的天赋 完全不会输给他们 如果活着的话 这次最终决战五彩 一定会遭到共同的中创吧 而鬼杀队的朱获取牺牲 也不会那么惨烈了 谢谢大家 这期的解说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